印象中学校里的厕所大多是一面白墙毫无特色 不过小岗国中就将使用了22年的老旧厕所加以改建 从一楼到四楼每一层楼的厕所都有专属的主题之外 学校更是结合了小岗特有的文化还有学校的体育特色来加以设计 而厕所在经过改造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学校受欢迎的场所之一 学生踢着足球后面还有球员在球门前做手球动作 不仔细看还没发现这座球场可是位在厕所中 背景栩栩如生还有足球造型的小变斗 创意设计让经过的学生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路过都会看到所以觉得难测设计成这样 就是给人家印象真的很不错 也蛮想来这边偷偷的来这边上看看 小岗国中的老旧厕所在经过半年的诊建后 现在不仅色彩明亮通风良好 在规划设计方面还考量到使用者的方便性 更设立小岗国中第一座友善厕所 让每天都要使用的厕所变得更有生气及温度 我们就在一楼这个地方给孩子以学生为中心 设立了足球跟手球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厕所为背景 那我们二楼就是有关于 因为小岗国中前面这个地方地处在国际机场 所以二楼是国际机场为主 三楼是以高雄国际海港和我们国际港为主 其中最贴近学生的一楼厕所主题规划为足球场 也是学生们最喜爱认为最有创意的设计 小岗国中校长王文林表示 厕所内的设计正是小岗国中足球场的缩影 让学生不仅能够印象深刻 更能好好爱惜使用厕所 谢谢校长就帮我们用足球 就以后后来就会想到以前踢球的时光 不仅厕所内部就连外头也显现用心 像是港都高雄海港美景也映入眼中 另外大楼外墙也特地绘制了海洋深度图 从磁砖颜色海底生物及温度变化都生动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为海洋教育提供最佳的清净式教育 港独新闻王思午洪静怡采访报道